然后咱们一会儿还是准时开始啊 一会儿就是九点再开始 稍等一下 好 好 好 对 感谢 好的 和 重要网站 好了 好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看到的投屏吗 能看到帮我打个1 咱们 OK 开始 我们就 然后后面有同学的话 可以看回报 来到了我们 那个期权训练营的第五课 就是我们每周四的这个期权训练营 我们也是维持了五周 第五课 本周的内容还是比较硬核 但是我会 怎么说呢 尽量以一种 大家浅显易懂的方式 去聊这个波动率 而不以非常学术的 或者我们看一堆线了 因为我们毕竟大多数玩家 我们也不做 Crypto的Fund 没必要 我们去 以一个这种方式去聊 另外呢 就是比如说本节课和 之前的四节课 大家看回放 有什么问题 还是可以随时的评论区聊 我们做一些互动 都没问题 我也不怕被打断 还是老的习惯 好 我们就开始 免责声明 还是不免俗的聊一下 就是因为 还是希望大家养成概率 投资的习惯 因为包括我们在市场上 不同的投资市场 接触到的所有的信息 都是一样 我们要对自己的钱包负责 简单的回顾一下 第四节课的内容 其实第四节课和第五节课 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初阶的 这个训练营课程中 相对来说呢 就是满实操和硬核 我还是建议大家 尤其把第四第五 和今天这节课 好好的看一下 如果说有没看懂的 可以直接问 或者是有一些呢 听的不是特别清楚的 可能我觉得你回放的 去听两三遍 会更有感觉啊 结合着自己的实操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我觉得第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不管是去 做任何标的的这个期权 然后整个这个前置的思考 就是整个我们在开仓 其实不仅是在做期权交易啊 哪怕我们是在做现货交易 和期货交易 这个前置的思考 我个人认为都还是蛮重要的 同时对于标的的 在一段时间的 它的判断也很重要 所以前置的思考呢 都提出了这三点 核心还是要聚焦在 这个基本面上 但是呢 期权这种工具呢 会给你很强的容错性和爆发力 工具是很好 也比较反脆弱 但是核心是你要聚焦在标的本身 包括我们最近啊 在小学聊 除了soul这种标的 我们可能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山寨的标的 它的爆发力会很强 哪怕我们就用很简单的策略 能取得不错的成果 这是前置的思考 另外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 特别特别重要的前置思考 就是你要思考 我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的portfolio舒不舒服 行情如果说是涨上去 或者横盘 或者突然间来个黑天鹅 我的整个的舒适度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你是要去要跳出 跳出整个市场的这些噪音 或者巴拉巴拉一些 一些信息吧 去整体的有一个宏观的思考 这也是上节课 思考题给大家留的一个问题啊 如果说ETF通过或者不通过 暴涨横盘黑天鹅 我们怎么办 这是前置思考 几个简单的策略 简单的做一个review 牛市价差 最左上角这个 是个牛市价差策略 其实我们在 它会是我觉得在这个牛出吧 这个阶段 都是一个盈亏比比较不错的策略 就包括我们上周讲完课 就给大家推荐的一个 二饼的一个策略 也是扭差 我们会很安心 我们不会担心 比如说暴涨暴跌 我们被捅了怎么办 对吧 同时呢 其实 现在这种RV波动比较大的行情呢 你经常会有 你其实之前我们还会觉得 我们呆矿那一腿 是不是成废纸了 我都平了一半 但是突然间有伽马行情了 就赚钱了 就整体的成本呢 突然间在一天之内 由小亏到变成了小赚 就是第一个策略 就是这个牛市价差策略 叫Cost Brand 这个策略就是买一腿卖一腿 都是在靠端布局 或者我们在铺子端布局 都一样 这个策略可以用的非常的灵活 包括我在平仓的时候 也跟大家说过一些小技巧 比如说我会先平这一腿 对吧 因为它就没有价值了 这样的话呢 突然间暴涨呢 也就意味着这个策略 就变成了一个裸靠策略 它的上线就完全被打开了 在经过变形之后 第二个就这个裸靠 然后呢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反比例价差 就是一个反脆弱的一个 做多波动率的一个策略 是我 我之前也跟大家沟通过 是我 做期权最喜欢的一个策略 是我在不同的市场环境 不同的市场吧 不同的市场 比如说A 美 加密 不同的市场 我都会用的最多的一个策略 可能大多数这个策略呢 的时候都没有什么表现 不怎么赚钱 也不怎么亏钱 也基本上很难打到这个坑点 但是呢 只要有一个 暴力的这种的黑天鹅的事件 因为是无法预测的 我们就会有一些不错的收益 最后一个右下角的 这个是比例加差 Racial Spread 就是不太推荐新手玩家用 因为你比如说最近的 二饼的 它整个的这个IV的曲面 被拉上来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你这一腿 你这一腿的话 就会有一些浮亏 就会有一些浮亏 你可能你能扛住或扛不住 包括这个浮亏 会不会变成石亏 这个东西呢 它就会有一些变形 和一些移仓换位的一些处理 我觉得最开始呢 大家比如说 以这三种策略 就还比较舒适 同时呢都是风险都底行的策略 我们看到这三种策略 所有的亏损都是被锁住的 你不存在 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个策略 可能会大亏的这种情况 对吧 它的区间都是被锁住了 好 那我们来到本节课的重点 我们也是直奔主题 什么是波动率 什么是波动率 我觉得听过之前 一至三刻的 我们的玩家或者同学啊 应该会有一个感觉 我们说 我们说期权这个衍生品呢 它和Spot现货和Future 这个期货 它最大的不一样的点呢 我总结出两个 第一个就是 它有所谓的隐含波动率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工具 它是非线性的 你除此之外 所有的工具都是线性的 不管是期货 你不管是开多少倍 还是你的现货 你只有大家 大家天天在群里谈的 不就是我要多它 还我要空它 对吧 那期权不太一样 对吧 期权有一个隐含波动率 我们谈其他的所有的标的 都说这个标的 波动率是怎么样 谈的都是什么呢 谈的都是实际波动率 所以说引出来两个词 两个英文字母 一个叫RV 或者叫HV 一个叫IV 我们先来比较学术化的 去讲一下 大家也不用担心 说我听不懂怎么办 没事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下一批 会给大家以生活化的例子 去讲 好吧 我们先把这个小概念 做一个小的科普 然后呢 我们再以非常形象的例子 让大家能够理解这个事 而不是说我们要做 我们要做期权的研究吗 那肯定不太是 我们是一个偏实战的课程 我们先讲一下RV和HV RV就是 Realize Voluntility HV是Historical Voluntility 它都是属于 比如说RV的意思呢 就是实际实现波动率 HV呢 就是历史波动率 其实呢 实现波动率呢 在走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叫它成为历史波动率了 因为它已经实现了 也就意味着它成为了什么 成为了一个历史 所以说呢 我当然做了一个类比 就是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 它是一个过去史 它就是一个过去史 已经走过的 我们所有 比如说是做 非期权标的的交易的 一些老师了 或者一些玩家了 他也在说 比如说 比如他说 大饼的波动率怎么样 他们谈的都是什么 都是谈的这个RV Realize Voluntility 就是谈的这个标的的 实际波动率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是我用的是 Emberdate的一个数据 大饼的 它整个的 在不同的时间段 它整个这个标的的波动性 我们说 我们说这个呢 是传统 我们在座现货和期货 都会用 RV或者HV 期权会不会看呢 也会看 那是走出来的 一个历史波动率 我们说期权 更爱谈论的一个词是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或者说 我每周都会写的那个周报 在Beat上发的那个 就是什么 就是IVE IVE就是Employed Voluntary 就是隐含波动率 为什么叫隐含波动率呢 我这儿 我这儿画了个问号 为什么叫隐含波动率 隐含波动率呢 其实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家群体的一个 就是有可能有很多蝴蝶效应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 他买了一个 整个把未来我们对这个市场的预期 反映在这个IV上面了 就是反映在这种隐含波动率了 比如说 比如说1月12号的ETF的事件 他都会买的比较高 比如说整个的call和put的IV都会很高 为什么 是因为大家都在不停的去下注 这个时间点 你看包括我们有一个群友 今天还说 大宗应该是买了100个大饼的45,000的call和put 他们做了一个straddle 整个是在做了一个straddle策略 它其实也是什么呢 在下注 整体的隐含波动率还会升高 或者标的的价格大涨大跌 它就是在做多波动率 不管是隐含波动率 还是整个标的资产的大幅的变化 它都会从这个期权策略中获益 就是这个IV 好我们来下一配啊 我们来下一配 什么是波动率交易 我刚才用一个比较学术化的方式去描述 我相信啊 我相信大家大多数朋友应该没听懂 听懂 有听懂得过call个call个2 我看看大家刚才我那番 相对来说啊 介绍RV和HV的和IV的 大家有听懂吗 听懂的call个2 我估计大多数的 我估计大多数玩家应该没听懂 来我们看一个什么呢 我们看一个那个烧开水的这么一个实验 就是我前两天为准备这个科件 特别在家拍这个视频 大家能听到声音吗 这个视频的声音 在打火 我给大家一边开这个视频 一边解说啊 我是预热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 又把它关掉 然后呢 就把煤气灶打开 开始烧水 现在大概是烧了两分钟左右 水面开始有一些气泡开始出现了 然后呢 水面的波动呢 会越来的越大 是在呈现出一个什么 呈现出一个加速度 我们再看啊 水加速度的波动的加大之后是什么 沸腾 达到了它的沸点 100度 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极端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就沸腾点最大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我将 我将燃气灶关闭 我们再等一下 水面呢 就从一个非常非常波动率非常大的一个状态呢 逐步的恢复平静啊 并且呈现出很小的气泡 直至呢 直至没有气泡啊 恢复了 恢复了这个一个平静的状态 恢复了一个平静的状态 好 我我我通过这个视频啊 我通过这个视频 还是想比较形象的 跟大家再聊一下 就是我们上一配 呃 这个RV和IV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啊 你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 我们打开火之后呢 什么呢 就是这个波动率是一点一点的起来的 对吧 波动率一点一点起来的 然后呢 波动率呢 在这个水从50度到100度之间呢 这个波动率起来的速度会非常快 呃 它是呈现出一个加速度 然后呢 波动率起来很快之后呢 我们关掉燃气灶 呃 这个波动率整体下降的也会非常快 它很像什么呢 它很像是比如说我们事件性引起的这种的 隐含波动率的变化 呃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 预计这个ETF事件 就是1月12日 这个事件 那么好呢 也就意味着现在整个的隐含波动率呢 都会非常的高 不管是看涨还是看跌啊 这个call和put 整个这个期权的价格呢 就会变得很很贵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呢 就是这个隐含波动率和期权 我们在交易的这个价格叫premium 呃 是呈现出一个正相关 不一定是完全的线性 啊 坦白来讲不是完全的线性 但是是正相关 就是这个波动率 隐含波动率越大 就比如说我们预计的什么样的事情越大 这个期权的交易的这个权利金就会越贵 对吧 因为你得为这个波动率去付出相应的价格 这个波动率的涨和跌呢 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我们从烧水的视频中也能感受到啊 我们最开始从零度到五十度 这个波动率的起来并没有那么快 但是其实比如说群体的一个效应之后呢 这个波动率就会有一个窜声 对吧 就会有个窜声 整个水的这个泡沫和这个呃 突然间波动的这种速度就会非常的大 非常像什么呢 非常像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极端的一些 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 当这个极端的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举例312和519 其实在这种历史的事件下 波动率其实都已经达到了几百 但是我们看现在我们的ATM的这个隐含波动率呢 其实就是在四五十的这么一个水平 就是等于这个波动率呢 会有一个突然的窜声 但是突然窜声之后呢 呃这个波动率呢 就会恢复瓶颈就和烧水一样 那么好 我我也跟大家聊一下一个偏 呃偏偏那个就是期权交易 一个长期有意义的这么一个演绎法 也是我自己在做期权交易和波动率交易 我遵循的就是ABC的三个三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呢 就是也跟大家说了 包括我上节课给大家讲的那个反反比例价差策略 它就是整个是一个预防黑天鹅的这么一个策略 这个策略的逻辑点就在于黑天鹅事件的不可预测性 所谓预测到的一般都是灰犀牛事件 啊 就是整个这个事件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很大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很大的事件会引起很大的波动 那叫灰犀牛 但是凡是黑天鹅事件是不可预测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但是它必然会发生 对吧 它是必然会发生 同时呢 通过塔勒布老师的那套书里面呢 它是一个肥尾的这么一个效应 整个的尾部会很肥 对吧 即隐含波动率呢 在黑天鹅这种事件发生之后呢 必然会大涨 对吧 就像我们烧水的过程中 必然会有一个从70度到100度的这个波动率的大涨 第二个逻辑点呢 是基于啊 就是人性的这种整个的这个弱点吧 啊 我们波动率大涨之后 水烧开之后呢 必然会趋余性的进行回归 因为波动率长期维持高位呢 是不可不可持续的 是不可持续 因为需要有不停的有人去买一些call和put 才能把整个期权的波动率 隐含波动率 持续的拉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否则就有很多的结构化产品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什么双臂理财了 或者雪球了 就会把整个 他们是做卖方 整个把整个的波动率就会卖下去 啊 就会做对手盘 把波动率就卖下去 所以说隐含波动率在大涨之后 必然会回归 它不可能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高的位置 呃 C是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波动率呢 在一个很平静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水面在很平静的一个状态 其实 其实是 很多人就忘记了什么呢 比如说我 我举例今年的这个行情啊 其实从今年的三月份 到八月份 八月份是818 有一个比较 但是跌幅我印象中也不是特别大的 这么一个跌幅 但是期间 其实整个的波动率都很低 哎 大家其实是忽视了这个波动率的影响 导致818这一波呢 其实很多做马丁策略的玩家呢 啊 就被 就被爆了很多啊 然后呢 从818到十月份 这波上涨之间呢 其实波动率也非常的低 啊 就是大家也也忽视到了 但是其实从十月份到现在 整个的实际波动率和隐含波动率呢 哎 一直是在拉高 在回归 拉高 在回归 但是呢 整体相对来说是处于一个 75分位的这么一个高位 啊 75分位的高位 这我们讲的波动率的三个演绎法 啊 接下来呢 呃 跟大家聊一下啊 聊了半天啊 就等于我们聊了一些理论 呃 也聊了一个实际的这么一个case啊 就是我们以烧开水的case 跟大家 呃 share一下 就这个波动率 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有哪些用用 那我们 那我们聊一下当前市场的波动率 是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位 啊 我就截了两张图啊 啊 这张图呢 是一个波动率追的图啊 用的是SP的上面的一个波动率追的图 用的一个是ATM的IV ATM的隐含波动率 用了一个一年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啊 整个大饼的目前这个 这个黄色的虚线啊 黄色的虚线是当前的这个ATM的IV 整个都处在什么 这个绿色的线是75分位 啊 等个都处在75分位 其实一直在处在75分位到max max我们可以理解成是100分位吧 啊 可以简单错误 在这么一个高水位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直有这个 呃 ETF的事件了 包括整个这个牛出大家的一些预期了 在这里面啊 所以说呢 这是整个的当下的 呃 大病的一个隐含波动率 这个呢 图呢 是整体的最近一年 我们看啊 是从年初啊 啊 就是1月1号 到现在12月初吧 啊 12月中下旬 这么一个时间 整体一年 未来30天 呃 实现是什么呢 未来30天的隐含波动率 呃 虚线呢 就是RV 我刚跟大家聊的这个实际波动率 也叫历史波动率吧 啊 实际波动率 目前来看呢 整个在IV呢 也是处于一个相对高的位置 我们看到今年其实4月份有时候高位 然后8月份啊 8月份那次下跌是一个高位 10月份之后就一直处在相对的这种的50%以上吧 啊 就这个波动率的这么一个高位 而且呢 IV-RV呢 这个喇叭口 目前还是有一个喇叭口的 我们就也就是什么呢 隐含波动率 其实是大于实际波动率的 啊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用客舟求见的角度来讲呢 呃 在这个角度来讲呢 是偏卖方的一些策略呢 呃 会有一些 呃 会有一些数学期望为正的收益 啊 但是呢 也不意味着我们卖就能赚钱 啊 这个里面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概念 关于波动率的几个思考啊 跟大家聊一下 第一个是整体 我们通过这波动率追啊 是处于一个高水位的这么一个状况 也就意味着其实啊 整个市场环境从10月份发生了变化 我觉得这个东西 大家其实身处在这个市场会很有感受 啊 第二个呢 是12号之前的IV 呃 我们看这个这儿 这儿是有一个凸点啊 整个是超过了这个75分析一个凸点 但是呢 你发现之前是跌下去的 然后之后呢 和75分位就贴平了 啊 为什么有10%的提升呢 啊 这也直接给大家说我的一些思考 但不一定全面啊 而主要就是这个ETF这个事件的预期 导致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意见产生了一些分歧啊 比如说就有一些对手盘 比如说你愿意去去 去buy call啊 去买呃 4万7 4万8啊 认为能涨到5万 呃 有对手盘或者试商呢 就就愿意在呃 1月12号去short一些vega啊 去赚一些theta的收益啊 就所以说这块是有分歧 也导致呢 这块买方的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强啊 不管是买call还是买put 整体的就把这个IV的这个 这个线呢 这块就拉升了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事件性的 很像什么呢 很像比如说炒莓股的同学应该有感受啊 呃 遇上了这个联储的议席会议了啊 或者说一些重要的经济数据的发布了 CPI PPI了啊 非农了等等啊 这些数据的发布啊 都会在这个时间段有这么一个预期值 第三呢 呃 就是最近的一个事件啊 当然我没有截图啊 就是二饼整个的这个IV的上升呢 呃 明显有五到八个Val 呃 百分点的这么一个升幅 是为什么 呃 是为什么 呃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啊 我我我我当然也也有我自己思考的答案 但大家可以思考 因为其实 我觉得大家回顾一下之前的市场行情 其实都有有有有说 对吧 呃 so是 呃 二饼的杀手了 或者说二饼不行了 啊 很多人都切换仓位了 但往往这个时候什么呢 其实是一个资金和板块的轮动 我们看这一轮L2和二饼的这个爆发 其实 其实前些天还在发的说不行 说要切换仓位的 然后一天就很多的人都集体的转向啊 说 呃 就就在炒这个坎坤的预期了 等等 这个不拉不拉 就是 其实 其实 体现出什么呢 体现出就是 就是我们在牛市 其实你核心资产和标的 其实是一个轮动 我们比如说很多玩家会做一些切换啊 比如说我就类似于去调仓 换标的 非常容易左右打脸啊 非常容易左右打脸 所以说呢 这是最近二饼的一个 IV的这么一个上升 另外呢 就是大饼在small曲线 12号之后呢 直到三月底 都没有明显的上升 这又是为什么呢 啊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我 我不说我的答案 大家可以呃 做一个思考 或课后的思考 或者是 群里工作沟通 都行 这是当下波动率的情况 呃 从年尾为度 我们看当下这个市场 啊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 那我们刚才也聊了 理论情况 啊 理论的IV HV是什么样子 举了一些例子 也聊了 现在波动率是什么情况 那么好 我们我们说几个 简单 和非常实用的 呃 我们去做一些波动率交易 的策略 呃 非常非常实用 和简单 呃 其实 其实我们说啊 就之前 包括上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 四到五个期权策略 是不是在做波动率交易呢 呃 其实也是 你所有的期权的策略呢 都会围绕着 呃 四个希腊字母 这希腊字母 有伽玛是二阶的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三阶 四阶的希腊字母 但是为了不那么复杂 其实 所有都是围绕着波动率 在去做的 然后呢 期权整体的定价呢 都是由于 由IV 起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去决定的 他都是在做波动率交易 但是呢 我们又说呢 除去我们上节课 给大家分享的 那个四五种期权策略 呃 再聊一些 或者说呢 其中有一个策略 应该上节课讲到啊 然后另外两个策略 是上节课没有讲到的 一些典型的 期权的波动率交易的策略 我们第一个 第一个策略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实用 非常适合什么呢 非常适合 类似于在 呃 我们在bit 做优本位的这个期权交易 叫seal negative put 因为本身 我们的保证金是什么 我们保证金是 呃 是等值的 就是稳定币啊 等值的美元的稳定币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我们不害怕大跌 因为大跌的话 我们的优是没有贬值的 必贬值了 但是呢 也就意味着我们保证金 是越来越多的 所以说呢 它非常适合做一个 美股非常经典的策略 叫seal negative put 也就意味着呢 什么呢 你不太怕 你不太怕发生那种的 极端的情况呢 呃 会把你的保证金打得很低 然后呢 你会被 呃 你会被强行的平仓和交割 啊 所以说呢 seal negative put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什么样的玩家适合这个策略 啊 等于 比如说我有三四成大饼的仓位 啊 但是现货仓位 但是其实我是希望下一轮牛市呢 我能布局到五五成到八成 啊 的现货仓位 剩下拿一些 拿一些美金啊 拿一些美金 那就意味着呢 其实现在已经涨上去了 我很难受 我现货不足 那么好 我们去做一些什么seal put 这么一个策略 而且其实坦白来讲呢 你这个策略 因为你是优做保证金的 你不太不怕黑天鹅的事件 不用说不太怕 就是不怕 基本上很不怕黑天鹅的事件 因为呃 哪怕就是比如说突然间扎到三万以下 啊 对吧 你也不是特别怕 那么好 你其实适合做什么 seal negative pool的这个策略 真的要达到这个价格呢 呃 你就去补足现货 没有达到呢 相对来说呢 目前在这种的上一批 我们也看到了 整个这种隐含波动率 比较高的市场环境下呢 我们做期权的卖方呢 其实还能赚到不少的premium 啊 赚到不少的权利金 我们说这个策略呢 其实很多期权的大玩家 我这举两个例子啊 其实他们都在用 用的用的很溜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当时写过一篇 我这把我的文章截了个图 呃 就是巴菲特 其实是期权市场的大玩家 呃 他当时应该这个例子是在做 他很经典的一个操作 在操作coco cola的时候 呃 他整个用的就是这个 sell put的这个策略 呃 完全在做sell put的策略 首先他对标的非常有理解 他愿意以35美金吧 呃 去买入可口可乐 一定比例的这个 呃 这个票 也就意味着跟我们现在 比如说愿意 以35,000 37,000 啊 38,000 去买入大饼的现货 一个逻辑 我们很害怕呢 ETF一过就到5万6万了 如果是真打到这个价格呢 我愿意心甘情愿的 赶快把我仓位打足啊 就很像这个巴克菲特在可口可乐的操作 也很像 呃 其实段永平老师啊 他们在 呃 其实他在做 他在做苹果啊 用sell put 用sell call 用的特别多 你看他这个例子应该是22年的时候 当时在做一些sell call 啊 sell call的逻辑是什么呢 他也是当时在波动率很高 他愿意对整个苹果在做一些指引 啊 在做一些指引 卖了就卖出去了 啊 没卖呢 就是就拿着苹果的标的 他也会觉得很舒服啊 所以说呢 基本上 呃 段永平在这option的这个操作里面呢 其实 其实他就是 核心是选好标的 然后做很简单的这个期权策略 他主要以sell put 和sell call 为主 啊 这两个简单的策略 呃 在做波动率的交易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经典的策略啊 第二个策略呢 其实上节课分享了 然后呢 包括上节课呢 也有一个 呃 我们同学提的这个问题 呃 在做这个 sell这个 呃 比例加差这个策略 Ratual Spread的这个策略 这个策略呢 其实在最近呢 是能做一些 波动率的套利啊 做一些波动率的套利啊 为大家截图的这两个是 我看一下啊 是当时我在做周末的时候吧 在做PPT的时候 呃 23号到24号 这两天 这两天 这两天隐含波动率呢 其实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我们看这个图啊 其实这两天的标的的实际价格 我这也截了个图 是当时在哪 呃 在一个网站上截的这个 标的本身的变化 标的本身呢 其实在24小时 我们看啊 标的本身的变化很微弱 二饼都没有变化 0.0几 大饼呢 大概就是0.1个百分点 其实整个 整个标的本身的价格的变化 对于呃 期权的权利金的影响呢 可以微乎其微 但是呢 当天呢 就是23号到24号一天呢 整体的这个隐含波动率 我们看啊 当时是 Current是在45 但是前两天呢 就是 就是在43 整个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然后当时呢 整体的这个 我我当时在那个 我们内部的一个小群里 也跟大家聊了 整体的这个 OTM的这个 大概是52,000到53,000 呃 1月26号 52,000到53,000的 这个OTM的这个 52,000到53,000的这个 sell call的价格 变化了20%左右 大概变化了20%左右 是典型的什么呢 我们其实之前 卖了之后呢 就是可以 可以立马平仓 赚取一个20%多的 这么一个量 一天多的 这么一个收益吧 其实就是在做波动率焦虑 因为比例价差呢 其实这个策略 呃 我这个策略 应该是个三腿的策略 所以说中间是有一个P型 如果是两腿的策略的话呢 中间是一个尖 这个这个两腿 我们不我们把它简化啊 就姑且认为这个两腿的策略 它的这个sell call的这一端呢 它的这个波动率的变化会很明显 我们呢 选择一些高的这种的IV的时候呢 在做这个比例价差的策略 同时这个策略的保护其实很足 对吧 它前面涨很多 其实我们都是在一个比较大的盈利空间 同时呢 我们在第三腿或者第二腿 去交易它的波动率啊 这样的话呢 在高的时候开 在低波动率的时候呢 给它平掉 然后呢 过几天 比如说像现在这种波动率 时高时低 我们就再把它开掉 有点像呢 有点像一个高 高阶的一个策略 可能后面 后面我们 呃 开直播的时候会跟大家聊到啊 一个Gamma Scoping的这么一个策略啊 就是在做波头皮啊 在做波头皮 当然Gamma Scoping这个策略 是Delta中性的啊 我们 我们看比如说用跨式或者用什么 把Delta调成中性 也就意味着不看标的的涨和低 我们只做 只做Gamma端的这么一种的Gamma Scoping 然后去收一些 这种的波动率的价值 和收一些Gamma的价值 Gamma Scoping一般是会做一些 近月的合约 近日的 比如说周了 两周了 三周了 然后呢 呃 比例价差这个策略呢 我们在近月和远月 做这种波动率的交易呢 其实都可以啊 都可以 但是呢 这块呢 呃 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相对来说会复杂一点 然后呢 需要你开平仓了 或者调仓了 呃 对行情 对于隐含波动率的变化 会非常的敏感 因为本质上是什么呢 本质上不判断标的的价格 而是在判断IV的变化的价格 IV的变化 我们又说怎么判断呢 呃 还是基于刚才的这三点 但这三点呢 其实能演绎出 很多的一些经验 很细的一些交易手册 我们可能后续也会聊到啊 因为这三点呢 都偏底层逻辑 但是你比如说实际上 什么叫高 什么叫低呢 高了可以再高吗 比如说我们举这个作水的例子 我们费点其实就是100度 它是最高 但是实际上波动率真的高起来 它能涨到天上啊 能涨到天上 好 我们说的这个第二这个例子 就是这个比例加差这个策略 呃 我们第三这个这个例子 就更有趣一点啊 就更有趣一点 呃 是在做一个什么 是在做一个日历价差啊 是在做一个日历价差 我我当时在呃 分享了一下我做这个日历价差的一个逻辑点 在于什么呢 在于12号 你看我这个策略是个两腿的这么一个策略 拜了一个5号的一个39,000的put 同时呢 sell了一个12号39,000这个put 这个点是在于什么呢 认为就是12号的这种高波动率啊 因为我在sell这个仓位 我整个这个策略 你看我组合起来是什么 是一个short vega的这个策略 也就是偏做空波动率的这么一个策略 整体来讲啊 也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正伽马的一个策略 等于短期呢 波动 短期如果说标的价格变化很很快 比如说这种derta伽马传导到期权上呢 我是赚钱的 我是在赚一个伽马收集 比如说我举例子 短期比如说大饼突然间跌到4万 啊 我这个策略呢 其实在这一腿会赚比较多的钱 因为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伽马收益 然后呢 这一腿的逻辑是什么呢 去去做空 12号就是ETF 因为就觉得大家太过于高估这个波动率了 波动率会回归瓶颈 比如说当时的Vol 的大概是虚值吧 大概是在20左右 derta20到15左右的Vol 已经达到了60%多 啊 快70% 我认为比如说50% 大概是一个正常的水位线 那大概这个整个的降窝 有10个百分点的这么一个点位 啊 会觉得 你看当时应该是62% 啊 这儿一个Mark的这么一个IV值 啊 认为那50%几大概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这么一个点位 那大概就有10个点的 这么一个降窝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操作 所以说本质上来讲呢 这个做的是一个日历价差 这个策略 这应该叫反日历 啊 但无所谓吧 我觉得大家 呃 这个名字怎么叫都无所谓 其实 两个行权价一样啊 其实就是日历价差 两个行权价不一样 就是对角价差 啊 类似于这个逻辑 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更复杂的 这么一个策略啊 这个策略呢 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就是交易波动率 就是我在看空 远端的这个波动率 同时呢 呃 做做多近期的这个实际的 比如说这种Delta的变化 和近期的波动率啊 就是等于 卖远买进啊 这么一个日历价差的策略 呃 最后呢 还是给大家 呃 留了几个思考题 啊 留了几个思考题 就是三个思考题吧 我们比如说 我们普通玩家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 呃 波动率的套利呢 啊 或者说大家有没有什么 波动率套利的想法呢 啊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 嗯 就比如说 ETF这个事件 我们是否可以直接 sell call 做空波动率呢 啊 就用最简单的策略 去做12号的 sell call的这个波动率呢 啊 这这 这也不知道啊 就是做一个思考题 大家去去思考一下 第三呢 就是通过这个 skill曲线啊 我们普通玩家 呃 在交易波动率的时候 有优势吗 嗯 相比于这些机构玩家 跟大家聊一个题外的话 你看昨天我记得 去分享 分享 二柄这个波动率 突然间起来的这个事 其实后面啊 呃 后面那个 聪明的钱 等于机构的钱 还在不停的去买call 还在不停的买call 但是呢 其实通过 呃 波动率的异常呢 我们有的时候比较敏感的一些老交易员 老司机啊 是能够感受到大资金在要搞事情的啊 是要搞事情的 比如说 他的波动率的曲面就会很异常 在这么一个时刻啊 能够发现出来 他搞事情 结果果不起然 昨天晚上 其实整个的标的的实际的价格 就标的的价格 他就在涨了一轮 大概涨了五到五到八个点吧 啊 整个涨了五到八个点 其实前置的 前置的很多的聪明的钱 其实我们不仅在crypto市场啊 我们看这几天啊 比如说美股市场啊 和A股市场 都有这种的 期权玩家啊 聪明的钱 在前置的布局 很多的做多波动率一些策略 你比如说今天那个大涨的A股市场 其实在前两天我就提示了 就有不少的就是by call 在三月份六月份 by远期的这个call 晚上再做多波动率 因为本身的ATM的IV 大概是14到16 这么一个Val的水平啊 对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如果说呢 多关注或者关注一些衍生品 比如说有的时候 在一些大宗的一些动作 或者说波动率的一些变化呢 其实能前置的 去看到一些交易的 一些投机的思路吧 因为其实很多大玩家 其实就是一次性去交易 都是要赚很多的 大概这是今天的一个内容啊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随便聊一聊 来个QA 是不是会觉得比较难啊 觉得难的扣个1啊 哪个没听懂啊 哪个没听懂聊一聊 哪个没听懂聊一聊 然后或者说是呢 我不是现在还投着评吗 要不 给大家 我估计有觉得没有听懂啊 然后呢 聊一聊 聊一聊这些啊 聊聊看一些 看一些我的石盘的一些窝啊 我估计大家 用一下SP这个软件啊 因为它这个窝比较多啊 我给大家石盘聊一些窝 这样的话更有感觉一点 我举的例子应该比较 我觉得大家可以消化一下我的例子 然后呢 我给大家把这些 这些线稍微聊一下 我觉得大家会有一些感觉啊 举例啊 直接来啊 比如说我就一直在说这个1月12号 你看你看这个1月12号 这个波动率曲线 对 你看 你不用说别的 你或者 我们不拿这个图来看 这个图复杂一点 这是个三维的图 我们拿简单的 我们就拿这个 我们就拿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期限结构 我们拿这个期限结构看 你看1月12号 整个ATM的IV是64 然后呢 正负15 delta的IV 都是什么 66 69 你看 你看别处的整个 你包括1月底 都是在60这么一个分位 整体的这个 有一个4个点到5个点的 这么一个声波 就是其实这个时间点 就是大家在下注ETF这个事件 不管是 但是更多的人是看涨啊 我们看 我们看靠端的IV 是比put端的IV高几个点啊 高5个点 对不对 没有5个点 3个点 69比66嘛 一个OTM加的这么一个IV 高3个点 更多的人是在看涨 特别简单 因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交易出来的嘛 你看 波动率曲面 看的思路怎么样 行 我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再 再一会我就给看这个 再看一下这个 为什么我说 之前在说 他在 他在做 搞事情呢 你看我们在做 挣15个点 到负15个 对吧 这call和put的 这个整个的IV 你看整个 二柄的这个IV的 call比put高了多少 高了10个百分点呀 你看 这个黄色的线 是call的IV呀 这等于大家都什么呢 聪明的资金 早就下注 他要补涨了 早就下注 他要补涨了 就是这么一个逻辑 然后呢 这个整个这个思路啊 你看这个曲线 是怎么来的 我跟大家聊聊这个 这个整个这个surface 整个这个surface 其实是什么呢 它是三个轴嘛 它是三个轴 然后呢 这边是呢call和put的 这边 这个X轴是日期 对吧 我们在不同的日期 对吧 不管是三明年的 这还有25年的 24年的 24年的 8月份 对吧 4月份和 和23年的年底 对吧 这是从近到远的 一个日期 Z轴呢 是什么呢 Z轴是波动率 Volentity是波动率 然后呢 这边呢 是Delta值 我们看到呢 这种红色的区域 都是很高的一个区域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它的波动率呢 就是搞得很高 当然啊 我们把这个尖角呢 可以忽略 我们主要看这些 你看它这个边就凹下来了 是因为过了12号之后呢 你看这是12号那个尖点 啊 大家都预测12号要 要要涨吧 啊 所以这边就买的很尖 之后就降下来了 但我们看到明年的 6月份又起来了 啊 大家还是长期看涨 啊 所以说 这整个 你通过这个surface 这个曲线呢 就是这两个曲线组合成的 从这个期限结构 和这个skill 啊 这个skill也就要smile曲线吧 啊 也叫smile曲线 啊 这个这个合过来的 嗯 波动率曲面看的思路 啊 就大概是这个思路 你你能看 你能通过这个呢 有的时候很直观的看到哪 哪有坑 哪有哪多 有的 有的一些hedge fund呢 就做一些很复杂的 波动率曲面的套利 呃 坑点就买一点 然后突点就卖一点 啊 所谓的卖高买低嘛 但是他都会有自己的模型啊 他不一定会用 呃 这边我们建立出的这个模型 他可能他觉得自己的模型会更准 而他是搞金融工程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一般散户玩家就没必要 啊 坦白来讲散户玩家没必要 而且一般的有一些简单的hedge fund的 也没做这种复杂的策略 都是很呃 很高精尖的hedge fund才去做这种的波动率曲面套的策略 我们说我们说波动率曲面套也是整个呃 期权交易的一个非常高阶的策略啊 就能做的基金很少啊 你不管是你不管是外资的还是内资能做的都很少啊 这块的 并不多 嗯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这个skill 呃 这个这个这个不是整个这个波动率追 他已经到了什么呢 75分位到max的这个点位了啊 又再进一步的往上往上走啊 也就意味着其实其实呃 阿尔比的价格没怎么变 但是呢 这个iv一直在涨啊 最近涨得很快 完之前其实没有这么高 之前看 那些 之前看ember data没有那么高 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问题要不就大家又消化消化啊 消化消化我们 我们有问题可以随时群内聊 好吧 波动率啊挺有意思的 呃 但是呢 我也不希望大家呢 就是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 第五节课讲呢 最后讲呢 呃不希望大家就是 就是你说你不会波动率去交易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你比如说之前我们做 我们做soul 或者我们后面会去做一些山寨的一些标的 坦白来讲 主要是源于这个这个标的的波动性很大 所以我们在做一些买跨了 或者long call这些操作啊 long call这些操作 你根本不坦白来讲波动率重要吗 它不是最重要的 它很 它比如说在你比如说你的仓位很大 或者你做很多复杂的头寸 对吧 你做很多复杂的头寸 你去搞这个 这个对吧 你就可能就是我就买和卖 我都特别多 对吧 我就特别多 我就整个仓位呢 就会比较的杂 对吧 那我肯定会做 你看我比如说这都是反比例 我这这都是比例价差策略啊 我这都是比例价 我这都是黑天鹅策略啊 比如说你啪一下 跌到三万五我是赚钱的 因为我买的比卖的多啊 类似于我其实都是 这是我长期不取的头寸吗 对都会做 你看我我开窗口都比较多 因为我的号比较多 我有好几个号 嗯 呃 Soul的IV怎么看啊 来看看 Soul的IV很高 但是没办法呀 因为你没别处 没法交易Soul啊 你只能在beat上 在交易Soul 他Soul的IV大概100 因为Soul现在暴涨暴跌 所以说我之前 不就做了那个 Soul靠的那个平仓了吗 但是 但是其实后面我还会继续做 嗯 Soul肯定暴涨暴跌 他主要是 他的IV都是在100多 他IV肯定比大饼二饼高很多 因为他本身 他就是个波动率更大的标的 你山寨的波动率肯定 大于他俩嘛 嗯 所以说 所以说呢 但是呢 你说Soul 你说Soul 有一个策略 其实可以做 如果说我们在beat上面 有Soul的现货 我们不断的 现在觉得Soul涨的也很多了 你比如说你70多 买了现货 你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不断的Soul滚 Soul的covered call 你在卖call 其实特别划算 因为Soul的IV那么高 你短期 比如说现在 其实轮动了一遍了 Soul也爆炒了一遍 你说Soul再继续爆炒 可能吗 也可能 但是我感觉 目前的资金其实在什么 在L2和二饼这儿 它短期 你说它再突然间又杀回来 也有可能 但是概率不是那么大 那你其实可以滚仓 在SoulIV很高的时候呢 去卖Soul的call 往这样的话呢 你现货 你比如说你卖120的 对吧 你能卖出去就卖了 卖不出去呢 卖不出去 你就赚全力金嘛 反正现在Soul的 全力金也很厚 你卖120的话 大概年化能到 30% 其实还挺高的 那你你管 你Soul就是横盘 你也赚个那个年化嘛 如果说 Soul真的涨得很快 你就把它卖了完 过一段时间再买put 再卖put 再把Soul接回来 比如说过一段时间90多 你再卖 卖put 把Soul接回来 你可以用Soul做什么 做轮子策略 我给大家查一个策略 西拳 轮子策略 对 对 有没有 找 我记得原前找过 我给大家画个图吧 拿笔直接画 不找 因为找图 开始书写 做Soul什么策略呢 你比如说现货 对吧 对吧 这是现货 然后呢 卖什么 卖call 对吧 卖call卖了之后呢 什么呢 滚着 你把Soul的call 已经卖了吧 你等于没有现货了嘛 比如说你有 现在有一百个Soul 你就卖一百个Soul的call 你把Soul卖了嘛 然后你在什么呢 你在卖put Soul的call 比如说120 你就给他卖了 你卖put什么呢 卖put90 你再把Soul接回来 接回来之后呢 你又有一百个现货了 你接着卖call 卖完之后 你再接回来 你做轮子就行了 不断的轮 其实也行 因为Soul的IV很高 你就这么交易 其实坦白来讲呢 坦白来讲呢 如果说他在一个横盘震荡区间 IV这么高 你这么做还行 但是呢 你如果说觉得他还会暴涨 你就别这么做 你如果说觉得Soul还会暴涨 那你就咱们继续long call呗 by call 然后by call call的不错了 晚上就sell call 做一些止盈 或怎么怎么样 开一个PM 把PM开开 组合保证金开开 就会交易的比较舒服 你Soul 你Soul这么做 其实还行 还行 但是呢 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怕Soul跌 还有一个逻辑 你比如说 我有一百个Soul 对吧 我怕Soul跌 怎么办 我卖Soul的call 赚的钱 我再买90块钱 Soul的put 我做一个什么策略 你可以去上网查一下 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词员策略 叫caller 叫零口策略 你可以做零口策略 对 这也行 没事 后面都会有试盘 我们 这不是第一期吗 最后给大家 这不是第一期吗 season one吗 牛市一起冲 后面每周 可能跟大家 就结合着行情了 结合着IV的变化了 跟大家试盘的去 再聊一些策略的变化 大家会更有感觉 但是其实前五节课 非常重要 包括 大家可能有感觉的 第四第五节课 会听的就会有点 对吧 稍微有点难度 但是我觉得 你大家 你回顾一下 你其实在波动率 你就在不停的 去想我这个例子 我觉得你会有点感觉 以生活化的视角 去feel这个波动率的 这个整个这个变化 好吧 还有问题吗 没有 咱们今天就到这 好不 好 那就这样 我们后续的话 我们明年再会 也是希望 就是season one season one结束 大家牛市 跟我们beat 期权训练营一起冲 好的 谢谢Sobro老师 那大家就 还是会后 可以再复习一下 然后还是有问题 我们在群里沟通 然后